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知道张作霖在这儿呢 有原因 前文书咱说过了 张作霖在海城被驱汉冤 蹲奸作狱 在这号里的交了个朋友 叫谭翠平 又叫谭企业 这谭翠平就是青马侃三界沟 杜立三手下巴的炮手的老七 故词叫谭企业 见着张作霖之后 求张作霖给烧个信 张作霖不是投到三界沟吗 到那给送的信吗 所以杜立三把这些事情牢记在心 等张作霖刚走 他爹杜老畔 就是杜宝曾领着汤二虎 从辽阳就回来了 做了拨买卖 挺顺手 发了点大财 等回来杜立三就把这事说了 他爹一瓶 嘿 这么不凑巧 老嘎的来了没见着 难为这孩子跑一趟 给咱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消息 能不管吗 经过商业之后 所以就带了三十几个弟兄赶奔海城 来营救谭翠平 他们是这么来的 昨天晚上天黑之后 他们进了海城 这么多的人不敢住天 兴师动众 太惹人注意了 所以他们就找到万龙烧过 到里边找东家 东家姓李 叫李春田 李春田出了一阶段 一炒这些这模样 就不是一般的人了 各位 找我有事儿了 探二虎一笑 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 好汉烟 不知道 青马坎三就够的 听说个杜立三吧 听说我听说了 那是我们债主 这位是债主的这些老债主 民人不做暗示 我们到这儿来办事儿来了 大坤借你们家 住一宿 愿意吗 愿意 愿意 李春田是买卖人呐 惹得起胡子嘛 一听杜立三的爹都来了 我这个妈呀 这可得罪不起呀 因此给收拾的房子 杜老畔领着人住的这儿了 当然了 晚上人家戒备森严呢 把烧锅的人全砍起来了 怕到官府就报信去 实质上 这李春田挺明白的 再傻也不敢干那事儿 报官 你还想活不了 军队来了 把这三十几个人都给收拾了 杜立三还不得报复 那还想活吗 烧锅还要不要呢 九族都得被杀过嘛 所以不敢干那傻事儿 相反 招待得非常厌寻 杜老畔住下之后 让唐二虎 张世飞 上来的跑外交去 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 先到凯成县的县衙门 把一个姓杜的师爷给找来了 这师爷是管行民的师爷 就是案子这些事儿 犯人 什么什么事儿都经他所管 这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找到万龙烧过之后 这才明白 闹了半天冲匪 杜老畔给你卸上去 你放明白点 有个叫谭翠平的 是我孩子 我们三结构的人 能不能高抬贵手把他放了 放了之后有你的好处 无法 你别领着办 那师爷也不傻 先说我们弹丸之地的海城县 惹得起三结构嘛 就凤田派来大队人嘛 都叫他大队歇了哗啦 因此满口英城 英城他不敢放人呐 放了对上面他怎么交代呢 后来双方卸上想个办法 这杜师爷说 这么办 我把监狱啊 那些弟兄们可以支走 你们呢 去接牢残狱 我们这儿不拦着也就算了 不然的话 先他也知道了 也不好交代 杜老畔一听也只好如此 昨天晚上他们就吓家伙了 你竟把谭翠平从监狱救出去了 用砖车送回三结构 那么那个事已经办完了 该走了吧 在杜老畔刚要离开万龙烧过的时候 我撩水的来给送信来的 撩水的就放哨了 对唐二虎说 团量工作那抓住个人 哎 我们看这人挺眼熟 好像您那个好朋友 老嘎子张作霖 他还上咱们三结构去过呢 不知道为什么 叫团量工作的人绑到树上 他要打死了 唐二文庆演员就瞪原了 真的 我说老嘎子怎么又跑海上来了 这个忙我可得帮 跟杜老畔一请示 这杜老畔就喜爱张作霖 巴不得张作霖能加入他这一伙 哎呀 好了 你领人去看看 回来到我这儿 哎 就这样唐二虎领着人来的 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 等唐二虎张次飞救了张作霖之后 当众训话 先把张作霖给摘开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们 这是误打误撞碰巧了 你们谁也不准冒坏 但是唐二虎深知 这些团练的团兵都为吃口饱饭 跑着来混时光了 不至于那么坏 要说坏 就是当头的最坏 一个拦着眼皮 另外一个冯德仑 把这俩小子不能揉 把他俩叫过来 跟张次飞一商议 守恶必败 这俩小子怎么办 赵次飞说那不好吧 解决了得了呗 我朝这院也挺宽敞 就在墙根底下挖俩坑 把他俩脑子朝下 埋子里头栽上多好呢 这主意挺好 中场 哎呦 这二人一听 这招可够损的 老明好好爷爷 饶命好好爷爷饶命 把他俩子给端下去 别让他在这啰嗦 把俩子挂钩给摘下去 免尴尬不说不了话了 就这样 把他俩头朝下脚朝上 塞到坑里头了 活埋呀 哎呦 那些川丁下去 都拉铺子里头 我得怎么 谁惹得起 他二胡指昏他们鼻子 你你你 你们看见没有 他们两个就是你们的榜样 你们谁敢敢冒坏 我就挨个把你们栽在坑里头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 这事 不准往外张扬 啊 如果你们讲的有不明白的事 上三界沟找我姐夫 谁敢去 他二胡一想贼不走空呢 在团练工作一花呢 他妈没有之前的东西 就把张作霖那颗枪 二十粒子弹 又给搜出来了 他二胡给张作霖 张作霖一百手勃勃 这枪原来我是借的 我借八哥的 现在完毕归照 带着我身上出来惹祸 一点用都没有 就这样张作霖把枪收回来了 汤二胡就问呢 你上海城来 怎么回事 张作霖就把姐姐要出门子 怎么买架装 这些事讲了一遍 当张作霖告辞走了之后 汤二胡把后事料理料理 保护着杜老派 也回了三界沟 一场风波过去 张作霖等回来 也忘了给姐姐买架装了 什么箱子棍 扔得酒消用爱了 死了一套什么 到家一头扎在炕上 就起不来了 那打得不轻啊 连害怕 后来好不容易 把身子骨痒好了 也能下地了 张作霖还有点后怕呢 他娘就问呢 老嘎大 你从海城回来 气色也不正 满身都是伤 谁把你打的 我遇上仇人了 娘啊 你不必问 他没说这实情 仰看天越来越冷 已经到腊院了 他娘就问 你姐姐出门子这事 怎么办呢 房子都收拾好了 就等着家具呢 你也没买来 你看那什么时候再买去 娘 好办 我看头年就这么地了 等春暖花开 再让他们夫妻完魂吧 我这事不愿意出门 唉 你这孩子 要说干什么呢 拦不住 要说不干呢 也请不动 那就听你的吧 一家人可不都听他的 眼看到腊月二十六 还几天快过年了 突然这一天 擦肯之后 这天刚还行 外边枪响开 二大钩的老百姓 一听我的妈 你怎么呢 来胡子还是要打仗 下的家家是关门庇护 背后蒙在脑子上 一家人就哆嗦开了 张作霖也听见枪声 也进了 什么的了 我犯事了 官府派人家抓过来了 他正胡思乱讲呢 就听门前有人说话 老大大在这住吗 老大大 在屋里吗 张作霖一拼着声音 非常熟悉 娘啊 别害怕 姐姐都别怕 我看不起 登上鞋开开门 他到院了 那院墙不高 张作霖手把墙头往外一探深 一头黑乎乎的 能有二十来人 后边还有好几辆大车 车是装着满满的都是东西 谁看没手的 汤二虎 汤二虎后面 张思飞 作霖心说 这帮爹怎么找到我家来了 这要干什么 赶紧把大门开开了 是大哥 八哥 兄弟兄弟 一别数日 怎么样 你伤好没 好了 大哥您挂念了 这 这是 啊 你听我说 前者呢 咱们分手的太充满了 我就光问问你上海城干什么 你不是说你姐姐 我大妹子 要出门 要出门子嘛 所以我把这事 跟我们老寨主说了 哎呀 老寨主挺后悔 要知道这样 给你拿几料 你看一转身 你走了 就这样 我们回去之后 跟大家一起商议 这不嘛 给你送了三车东西 家具你甭买了 车上都给你拉了 你看看怎么样 男一部 张作霖就吵好家伙 躺香立贵专义 什么都有 后边还满满灯灯的 装了八箱子东西 二虎叫人把箱子盖揉开 就往里边一看 是五毫雕烧 精神好东西 二虎一笑 没多有少 啊 瓜子不保释人心 兄弟 你你笑那吧 这是我们弟兄的一片心 咱不说报答那话 那就见外了 张作霖亲说 汤二虎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 我敢要你们的东西吗 相而易见 你们这都是抢来的 我要收了你们这赃物 我跟同匪还有什么区别 但张作霖心里的害怕不痛快 表面不能带出来 赶紧把他们让到家里头 把车赶到院里头 他二虎告诉 快快把东西都卸下来 开屋去 张作霖他娘一看也傻眼了 老嘎嘎 这 这谁啊 都说在外边交的朋友 是啊 这 这 这拉的什么 我姐姐不要出门子吗 朋友值得信的 大伙贪的份子 给我姐姐买的东西 怎么买这么多呀 是啊 大伙热情 张作霖心说 娘啊 你甭问 我要跟你一说 就把你吓死 东西全卸下来 张作霖把水烧好了 让大伙进屋 有说有笑的 这帮人还挺懂礼貌 非要见沈娘 张作霖没办法 领的母亲跟前 这帮人又坐一又磕头 婶 婶 大娘 你好 大娘 你好 哎呀 张作霖的娘一看 这都什么人呢 这些人 一个个神头鬼脸的 心里头就明白了八九了 张作霖寒泉了一阵 唐二胡起声告诉 张作霖也没挽留 送到菩萨外头 张作霖可有点不乐意了 我看那个 你们给我送东西 我感恩不尽 我说你们放枪干什么 我这不家喻户晓 谁家都知道了 再知道你们给我送的东西 也就明白 我跟你们是怎么回事的 倘若被官府得知 哎呀 兄弟 怪我 因为弟兄们一进街呀 仰看要见得你 特别高兴 前街有几只狗 有几个弟兄要吃狗肉 就这么放了几圈 让我给骂了 往后下不为例 你放心得了 哎哎哎 这把人走了 张作霖没办法连夜 找这行李 平坚了 王大发 无受益 把这东西 全归着到屋里头了 张作霖把这八只箱子 都藏起来了 里面的东西 你一劲儿也不敢用啊 那非者麻烦不可啊 好容易把这事儿判过去了 到了腊月二十八 还两天过年了 要出声呢 车枪响的 拍拍拍�…… 老百姓都吓得没卖了 关门闭狐 路径人息 张作霖披着衣服到街上一看 又是汤二虎 张诗飞也来了 连监狱里那个难友 谭翠平也来了 又拉了三车东西 汤二虎见面就说 老啥子快过年了 老爷子不放心 给你送几个猪肉拌子 另外大米白面 你看油盐酱醋全套的 还有大虾 好好过年吧 等东西往下一泄 张作霖可翻脸了 马上别 汤大哥 您请着这边来 我有几句话说 老兄弟你怎么了 不不我有话说 汤二虎不明白怎么回事 叫张作霖叫在一边去 这才问 有话你说 张作霖说我大哥 咱是朋友是冤家 哎 你怎么这么说话 朋友怎么说 冤家怎么讲 我大哥 你们这是往火坑里推我 给我送东西 我感恩不尽 让我过年给我送这么多的油盐米面 我当然是高兴 可话说回来没这么送的 上回咱们说的清清楚楚 咱偷偷的 跟你们又放香又放炮 这是干什么 十里面以外都能听见了 要不知道那行的还行这打仗了呢 行日本子打来了呢 乡亲们倘若有人嘴快报了官 我怎么解释 兄弟我不怕死 我死了好几回又活过来了 我还有娘呢 我不敢说是孝子 我娘生养我一场 我一点孝我都没进到 我娘在为我挨了刀 我是人吗 当然你们不怕了 拍拍屁股回来翻结沟了 官司赶找你们去吗 可是他敢找我呀 这不把火坑推我吗 怎么能叫我接受得了呢 对啊 老大的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 前者你是有那么个话 说进谱子别放香 我这人你不知道 妈说过去就忘了 刚才一进谱子怎么的 看着头前那家有几只鸡 大伙心里把那鸡打死了 给你们家送来 炖小筋吃 也是我管束的不严 所以放了一顿枪 我还小着没码 感情兄弟也沉心了 好好 下不为例 不不不 胖大哥 也别下不为例了 我请你们今后 再别等我的家门 我受不了啊 我要说你们诚心陷害我 我屈往好人 要不叫我这么说 你们这么做法 让我怀疑 逼着我到三结构啊 非叫我吃你们这碗饭是怎么的 哎呦二胡有点不乐意了 哎老嘎嘎 我说你这人真心啊 翻脸无情啊 我觉得你够朋友 跟你不见外 你看你说这话这刺耳镜 怎么的 我们三结构 非你不可 告诉你 有你不多 无你不少 就因为咱们投缘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这感情处的这不少 你看 靠心当了驴肝飞 你这怎么说呢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 我们干嘛有礼送不出去啊 正在这时候 谭翠平 张世飞来了 其实他们俩谈话 这二位都听见了 一行这话风不退 两个人过来打圆场 谭翠平就说 我老嘎嘎 请你不要误解了 我们爱惜你不爱惜你 因为我们老爷子 知道你是个好人 同情你的遭遇 特别是你 到三结构给报的信 我才有今天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这才派弟兄们 给你送这 给你送那 没别的意思 你呢 也不必多想 当然了 这帮人都是干什么的 你还不清楚 天是王大 他是王二 就你告诉他 他有时候不听 这就是我无此点 招惹这兄弟 你不高兴了 王后呢 咱就不这么办就得了 兄弟你看好不好 多谢多谢 这东西我不能说 你们从哪拉来的 还拉回去 我心领了 哎呀 张志飞说老兄弟 你要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这不绝我们 我们送老寨主 所差给你送来的 你让我们拉回去 我们怎么交代 这么 你这回收了 下回我们不送了 不就得了吗 他我把火也压下 张作霖 也往后撤了一步 这东西留下 他们走了 反正弄得挺不愉快 张作霖 瞅着这些东西发愁了 这时候行李平 行李平他爹 王大发 这些好朋友都来了 谁睡得着 就问张作霖 那半人走了 走了 都是胡子吧 都是 哎呀我的妈呀 你跟胡子交上来 这可够呛啊 看着一直抖了不掉了 谁说不是 全脯子的人都知道了 老大子 你跟这怎么办呢 杨看快过年了 这有人到官府一送信 谁也好不了 后来张作霖想个招 这么老些东西 咱家也吃不了 反正小谱子不大 挨家送 用东西把堵他们的嘴 哎呀张作霖带着这几个人 挨家送大米白面 挨家送猪肉拌子 谁见这东西不高兴呢 明知的是这么回事 谁也不忘卖说 跟官府说了有什么好处 而且张作霖这人还不错 吃的人就嘴就短 所以大伙分了东西 谁也不包管 哎 就在这天的晚上 张作霖难以入睡 反来不去睡不着 他娘根本睡不着了 沉着个脸就问他 老嘎嘎 你要睡不着 娘有几句话问你 哎 娘你说吧 那帮人来的 是不是都是胡子 是 那娘以前问过你 你为什么不说 我怕你害怕 害怕 你可不能走瞎道啊 咱家就是穷死 也不能出去抢人家 虽然咱家足足辈辈 没有做阔事 可是也没有当土匪的 难道说到了你这辈上 就改换了门厅了 孩子你要真走了歪歪道 娘死了 我也闭不上眼呢 你看看这帮人 吹胡子瞪眼的 哪像正经人呢 娘 话不能这么说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 江湖有豪杰呀 娘您别看他们的外表 他们干的事情 往往是光明美落 瞎干一胆 也是福困即威呀 而要没有他们的帮助 哪能有今天 而 要这么说 你偏向着土匪 那你跟土匪呀 差不多少 我看我有你这儿子 还不如没有 我跟你操不起这份心呢 我看这年子 咱也甭过了 我呀 嫌死了就得了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